现在娱乐圈,明星们的身价是水涨船高,短短几年时间,他们的出场费用或者片酬,已经是翻着倍的增长。 不过实际上明星的出场费或者片酬,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人的工资。 如果问,一个人的工资,是如何衡量?个人认为,还是市场决定的。 所谓存在即合理,市场决定价格。明星出场费几十万,几百万,上千万,为什么他们拿这么多?合理吗? 我们先来看一下2017年的中国福布斯明人收入排行榜的前三名,范冰冰以2.24亿人民币的收入占据第一位,据了解范冰冰已经连续三年夺得收入排行榜的第一名,接着是陆寒以1.816亿人民币排行第二位,其次周杰伦以1.815人民币排行第三位。 从第一位至第十位,这些明星的收入年收入均达超过了1亿人民币大关,但细心的网友应该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除范冰冰,刘桃,成龙,周杰伦,胡歌,黄小明等老台明星艺人之外,排行榜的前十名被出到年龄还未超过5年的小鲜肉占了一半。 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不难发现,现在衡量明星片酬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了,以前评判一个演员的片酬,靠的是作品和个演技,现在评判一个明星的片酬主要靠人气和热度,简单点说,靠的粉丝和流量。 这也就造成了现在我们国家影视作品数量众多,但质量一步更比一步烂的原因。 这对于那些有演技有实力,但是却拿着低片酬的演员们不公平,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。 市场决定价值 一个明星的片酬高低标准是随着市场变动来决定的。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明星有没有人气,有没有热度,而这个人气高不高的标准就依靠于现在的明星社交账号的粉丝数量。 粉丝多人气高自然片酬就高,这也就解释了现在的明星为什么花钱雇水军,买热搜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,利用粉丝进行自我价值的变现。 因为有粉丝买单,也就造成了这些娱乐圈明星片酬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。 而明星,之所以成为明星,是因为他有他的明星号召力,只有他站台唱歌露面才会有广告效应,这就是普通人跟明星的区别,这也是同样付出辛苦,明星为何会拿这么多费用的最大原因? 如果说这些演员拿着这么高的演出费是谁允许的,谁给的?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,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粉丝,也正是这种粉丝,愿意看他们的演出,导致一些剧组不得不用他,如果不用这些明星,他们的电视剧就没有观众,就没有收益。 而这些明星也就依仗着这些粉丝漫天要价,出场费极高,自己也无需付出什么演技,这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。 而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者就是这些不明事理的粉丝,这些粉丝应该承担责任,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 明星出场费越来越高的现象,社会反应很强烈,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目前国家已经出台政策要求限制演员的演出费,但在具体实施上,我们还有待观察。 明星出场 政策华 明星期视频嫁� Venezuela 在打网了 明星出场 teşekkür 二 Vernon